这期影片为带来简映专业版 也就是电脑版简映2024年最新的新手入门教程 简映是在Mac还有PC电脑上面都是能够使用的 是很多华语自媒体博主在开始制作影片的时候都会选择的剪辑软体 我也首先把简映专业版和最专业的影片简映软体Premium Pro做出一个比较 去让你看一下简映专业版它有什么优势还有劣势 然后会带你去了解简映专业版它的界面以及基础的剪辑操作 让你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就能开始去学会使用简映专业版去剪辑影片 嗨我是贵森 这频道就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 以及网络专业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谁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这块特别准备的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 你会告诉你一些技巧和方法去提高你制作影片的效率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首先简映专业版它是有几个很显著的优势的 简映专业版可以让你免费使用大部分的功能 它的免费版本已经足够很多人去开始制作影片了 对于刚起步并不想投入太多的创造者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相对于PrimePro这款专业的剪辑软件来说 简映专业版对新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 上手比较快 并且它的界面是相对简单清晰的 在简映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嵌素材资源库 比如说它的一些转场效果滤镜等等 你能够直接抓取使用 当然简映也是有一些明显的缺点的 首先第一个缺点就是它不够专业 在简映里面你并不能够进行细节的进行操作 只能够使用官方提供给你的 比如说它提供给你的滤镜转场还有效果等等 让你不能够进行细节的挑战 并且简映是没有配套插件的 简映这款简映的软体它是不支持第三方的外挂插件的 所以你只能够使用简映官方提供给你的内部功能 还有就是在简映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是需要你适应到会员才能够使用的 关于Premier Pro它的功能是非常齐全丰富的 它的专业性非常的强 能够帮助你去进行细节化的简极操作 在网络上面 关于Premier Pro的教程有非常多 你可以简单的在一路上面搜索 就能够找到非常多关于Premier Pro的简极教程 有很多自媒体的博主还有电影行业里面的剪辑师 都使用的是Premier Pro 另外使用Premier Pro它的行业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大部分的剪辑工作都是需要你熟悉Premier Pro来剪辑的 还有就是Premier Pro的第三方插件是非常丰富的 所有的插件制作者它们第一个适配的对象就是Premier Pro 因为Premier Pro是最多人在使用的专业剪辑团体 这会让你在剪辑上面的灵活性就更高了 关于Premier Pro的缺点就是它的学习门槛是比较高的 它的界面比较复杂功能比较多 就会导致新手上手的速度就比较慢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如何剪辑 还有就是Premier Pro对配置是有一定要求的 如果说你对于剪辑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 那么是需要你有一定的电脑配置的 这会展示给你剪辑的界面以及它的各种使用功能 如果还没下载剪辑你可以使用谷歌搜索剪映 然后第一个出现的网址就是它的网站 进入这个网页之后这里面选择专业版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下载的链接 就可以下载出剪辑专业版了 当你打开剪辑之后就会首先进入到这个页面里面 在左边会有功能选项 首页 模板 你的云空间 小组的云空间 还有热门的活动 点进这里面就可以选择开始创作 这里下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些功能 第一个就是图文成片 如果你有文案的话你可以选这个自由编辑文案 这里面去交你的文案就可以了 在你交入文案之后 这里面还可以选择解说人的声音 然后解音的AI就会根据你的文案去生成影片了 或者是你没有文案你可以首先使用这个智能写文案的功能 这里会列出不同的分类 你可以选择一个主题交入你的话题内容 然后设定一下你影片的时长 这里面就可以选择生成文案了 之后也是可以让AI去帮助你去根据这个文案去生成影片的 还有就是智能裁剪功能 这里可以首先导入一段影片 在我导入影片之后右边就会有不同的比例我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是一个横屏的 我可以把它变成竖屏格式 就可以选择9比16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个9比16的格式了 或者是把它变成1比1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就变成了1比1的格式了 所以这个功能能够快速的帮助你把一种格式的内容形式 去切换成另外一种格式的内容形式 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创作脚本 这里会进入到这个页面里面 你需要写入脚本的标题 然后你的大纲 你的分镜描述 以拍摄的片段 你可以添加这片段到这里面 然后这里面可以输入台词的文案 在右边你可以加入一些备注 这里下还可以添加更多行 对于一些影片的制作者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适用的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一起拍 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就开起我的摄像头 然后可以邀请别人 去来跟我一起拍摄影片 这里面有一些影片的格式 比如说单个影片不能够超过1Gb 然后影片的时长不能够超过1小时 影片的数量不能够超过10个 底下还有麦克风选项 摄像头选项 就可以开始录制了 这里下就是草稿 你可以查看到 以前你制作好的影片草稿 在右边有个这个标志是全局设计 你可以点印这个全局设计 这里面会有些选项 比如说你草稿的储存位置 素材下载的位置 缓存的管理 一般来说你可以选择这个 在多少天之前 就可以自动删除这个缓存 然后你可以选择 是否要草稿自动备份 然后预设保存的位置 然后分享显越 导入工程 对于剪辑选项来说 这里面会有些数值 你可以选择设计 一般来说 我不会做任何的修改 都是保持默认设计的 这里面还可以调整性能 它这里面会有自动开启 这两个边界码设计 如果说你的电脑配置比较低 你还可以选择自动开启代理模式 它会在你剪辑的时候 去使用代理文件 会处理的速度会更快 像我可以选择这个 开始创作 去进入到简易专业盘界面 先进入到了简易的界面里面了 这会展示给你不同的功能分区 在左边这里就是素材资源区 左边这里就是素材的预览区 右边这里你可以查找到草稿参数 并且是属性调整的区域 在底下就是时间轴了 也就是你主要的剪辑区域 像导入你的素材 你可以选这个选项去导入 而另外一种导入形式就是 你可以直接拖拽到这里面 这样也是能够让你去导入素材的 在导入完素材之后 我可以把我的素材去拖拽到我剪辑区域里面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就拖拽了这个素材到我剪辑区域里面了 然后在这里面我可以选这个比例 你就可以调整不同的影片比例了 比如说可以把它变成素屏的 现在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一个素屏的模式了 如果想恢复到本身的形式 你可以选这个适应 就恢复到本身的形式了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选这个选项 去放大你的素材 或者缩小你的素材 都是可以的 这样可以开始进出简了 如果更好能够看清楚每个细节 我可以扩大这时间种 我会来到右边选这个选项 往右拖 就可以扩大了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时候我是没有说话的 这就代表这不是我想要保存的内容 我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剪辑的方式有很多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看到根据我音频的波纹 我在这里面就开始说话的 这就代表我这前一段都是不需要的 我可以把我鼠标移动到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形式 然后往右拖 就可以看到前面那一段就消失了 也就代表着被我删除掉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中间有一段空白的区域 我是没有说话的 我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里面 这里面找到分个的功能 它的快捷键是B 然后来到这里面就做出一个切割 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也做出一个切割 然后再选择这个选项 需要选取选择功能 它的快捷键是A 然后选择这一段不需要的片段 然后按住键盘上面Delete 你就可以看到就删除掉这片段了 然后其他这里面的形式也是一样的 依然按照那两种形式进行修改 还是使用同样的方法去进行初简 这里面我没有说话 按住键盘上面B 做出一个切割 然后把时间轴移动到这里面 这里面再做出一个切割点 再按住键盘上面的A 去选择这一段的素材 然后按住键盘上面Delete 就可以看到我就删除掉那一段了 假如说你想缩小这时间轴的画面 还是来到这个选项里面 往左拖就缩小了 就可以看到时间轴的画面就缩小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加入BO了 假如说你不知道什么是AO BO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我的主画面 它也称之为是AO 如果在这个画面再叠加一个画面 那么它就是BO了 这里面我准备了这个BO素材 我可以直接把它拖载到我画面上面 比如说我放到这里面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在暂时不能够展示出 我该拖载的BO画面 因为我这个时间轴 是放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的 假如说我把时间轴移动到这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像是展示出了BO的画面 这里给它介绍一下轨道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两个轨道了 一个就是我AO主画面的轨道 一个就是我BO画面的轨道 然后你可以选了这个锁定轨道 隐藏轨道 还有就是关闭轨道的原生 对于这些画面 你都是能够做出调整的 比如说可以把它变大 或者缩小 底下可以进行等笔的缩放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些混合的模式 这里剪映有一些VIP的功能 我认为是比较好用的 比如这个智能打光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基础面光 或者氛围采光 又或者是创意光项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基础面光 选择一个氛围暖光 这里可以看到 就加入一个比较强的暖光了 这里面我可以调整强度 把它稍微变弱一点 然后这里面会有两个光源 一个就是光源1 它从这里面往这边打的 一个就是光源2 它这个光 从这个上方往下打的 在底下还可以调节光照的颜色 然后光源的半径 光源的距离 都是能够调整的 可以快速的去调节你影片的画面 这么可以加入文本了 在左上角你可以找到这个文本选项 这里面可以选择花字 也可以选择这个文字木板 花字都是属于这样的类型的 然后文字木板会有更多的创意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格式 都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花字 挪动到简直区里面 这个时候我可以修改它的文本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修改 或者是在这里修改 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 去调整它的大小 并且挪动它位置 这样我就交入一个文字了 在右边你还可以调整 很多文字的格式 文字的样式 都是可以的 我想对文字进行旋转 这里面会有个标志 你可以对它进行旋转 我想选择文字木板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文字木板 把它拖入到简直区里面 就可以看到会加入一个这样的文字形式 也是能够调整它大小的 移动它位置 这里面也是能够更改文本信息的 但是这个后面的就没有办法了 你需要根据它的本身的形式进行修改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文字和这个素材 这上面会有条线 这会代表这两个素材是相关联的 比如说可以挪动这个素材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和这个素材 是一起移动的 如果想取消这个功能 你可以选这个选项 关闭联动 这样子当我在移动这个素材的时候 我的文字就不会跟我这个素材一起移动了 还有你可以看到 当我挪动这个素材的时候 它会自动往左吸 这是我开启的这个 主轨磁吸的功能 比如说我关闭这个功能 当我再移动这个素材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它不会自动的往左吸了 对一些情况底下 这个功能是很好用的 还有功能就是自动吸附 比如说现在我没有打开这自动吸附 如果说我移动这个笔肉素材 你可以看到 我是能够随便移动的 但是当我到了这个边界的时候 它并没有自动吸附 而当我打开这自动吸附的时候 你可以具体看一下 它就有一个自动吸附的功能 会告诉我 这就到一个素材的零件点上面了 这个功能有时候也是很好用的 接下来就是你可以选择加入贴纸 这里面会有很多贴纸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贴纸 去移动到画面上面 像我加入一个贴纸了 我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挪动它的位置 可以对它进旋转 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样我就加入一个贴纸了 并且我是可以给它加入一个动画的 比如说可以加入一个弹录动画 再来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有个弹录动画了 这个是录场时候动画 也可以选择出场时候动画 比如说出场时候变弹簧 好 再来看一下效果 结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动画组合了 接下来可以加入一个特效 这里面会有分为画面特效 还有人物特效 在画面特效里面也会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复古特效 然后选择这个电子屏 移动到我画面上面 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图层的 当我的时间轴移动到这里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特效了 所以当你想覆盖这整个画面的时候 你需要挪动这个图层 这就代表我所有这一段 都是会有这样的特效的 也可以选择人物特效 人物特效也是会有不同的分类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害羞特效 然后覆盖到我第一个素材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上面 就有个害羞特效了 这样就可以选择加入一个转场了 在简易里面 也是会有提供给你不同的转场的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运镜转场 我可以选择这个顺时针旋转 然后移动到这个画面上面 通常你是需要在两个画面的连接处 去交入一个转场的 这时候可以来看一下效果 就可以看到就会有一个选择的转场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转场它时间太长了 你可以把你的鼠标移动到这个转场上面 它会变成这样的形式 然后往里面移 就代表它的时间缩短了 下来看一下效果 就会很快的转场了 这样就可以加入音频了 最大需要注意一下 在简易里面会有提供一些音乐的素材了 但是如果说你想制作YouTube影片的话 尽量不要使用简易里面的音乐素材 因为你不能够保证不会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Alice的平台 它是一个专业的订阅制的音乐平台 它里面的音乐都是能够让你去商用的 不会让你收到版权的问题 你可以从影片的描述栏里面去找到Alice的链接 它会额外赠送给你两个月的使用期 像我导入了一段Alice的音乐 我可以图论到简易区里面 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就创建一个音频的轨道 区分视频轨道和音频轨道 最快的方式就是 视频轨道它是这个标志 音频轨道它是这个标志 假如说想调整一下你本身书画的音量 你可以选择你这个素材 选择这个音频 在这里面可以调整它的音量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你鼠标运到这里面 当你鼠标变成这样的形式的时候 你往上拖就是提升你音量 往下拉就是降低你音量 调整的道理也是适用于音乐轨道的 当你把鼠标运到这里的时候 往上拉就是音量增高 往下拉就是音量减小 或者是在右边去调整音量 还有就是如果想做出音乐淡路淡出的效果 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淡路的时长 比如说我音乐淡路时长是3秒钟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明显的标志 音乐从0慢慢变成正常的音量 调整的道理可以调节淡出时长 比如说3.5秒 就是从最后的3.5秒开始 慢慢的让音量分为0 我想调节画面的颜色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可以使用简映里面提供的滤镜 这里面会有很多滤镜 比如说我是人像的 我就选择人像这个分类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酷白滤镜 挪动到我的画面上面 就可以看到会有个不一样的感觉 我可以选择隐藏这个轨道 这是我之前这个画面 这个是加入滤镜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使用这个滤镜你没有办法进行精细化调整 只能够调节它强度 把它变得更弱一些或者更强一些 如果说你想进行精细化调色 你可以选这个调节选项 选这个自定调节 它能够让你创建出一个调节图层 调节图层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把它挪动到不同的位置 并且你可以在这图层上面去进行调节 去调节本身颜色的属性 不会想到你本身素材它的画面的 只要说你不喜欢这调色了 你可以直接删除或者隐藏这个图层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可以调节它色温 把它变暖一些 然后调节它亮度 再加入一些高光 再加入一些白色 你可以看到 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我可以选择隐藏这个轨道 这是我之前的画面 这是我调整之后的画面 然后可以选择覆盖到我整部影片里面 这样就可以让你快速的去调节 全部画面的颜色 在剪影里面 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快速做出字幕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文明选项 然后选择这个智能字幕 选择这个识别字幕 现在就在识别字幕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简易就帮我生成了字幕了 它的生成字幕的准确率还是很高的 在90%以上 如果说你想修改它的字幕 你可以双击 这里面你可以直接修改 或者在右边 你可以修改它的文字 然后你可以调节一下文字的样式 比如说文字的字体 字号 然后一些预设的样式 你可以直接加入 像我的字幕就变成这样的样式了 在我们制作好影片之后 你可以选择右上角导出 你可以选择导出是什么位置 选择导出视频 这里面选择分辨率 最高可以到4K 其他这些属性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选择 你可以选择导出音频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导出字幕 字幕导出的格式是SRT格式 然后就可以选择导出了 现在已经对简印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 我想进一步了解 使用简印剪辑的一些实用的技巧 你可以看这些影片 如果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做个影片点个赞 也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说更多关于剪辑的内容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